第六回 昨天說到陳夢吉想到計劃來製造陳象詩 陳夢吉知道張老嶺兩夫妻不是善男信女 不發火就油自可 發氣火就池塘都敢替你拆了 尤其那個屎坑張 牛禎都沒有人有的 得罪真拒 沒面子給 沙煲這麼大的拳頭就糞了 那麼吉仔是怎麼做的呢 他買餅乾買糖果就比以前越來越貧密 跟人家夫妻懶熟落那樣子冬瓜就說胡蘿 那兩夫妻懶屎得閒 見到吉仔的嘴巴這麼甜 就越來越喜歡他來買食幫襯 而且時時又給他些優惠 與此同時 吉仔在屎坑那裡玩花樣 他見到高大衰進屎坑 他又跟著進去 高大衰的屎坑貼著板像那裡 小聲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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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說什麼 有時候是嘻嘻嘻嘻笑一下 那麼板像後面 就是張老嶺的廚房來的 第一次高大衰不為意 第二次有些覺得奇怪 到了第三次忍不住問陳夢吉做什麼 陳夢吉看他一眼神神秘秘地笑一笑 說不回答他 高大衰罵了一句發神經 那就算了 這一日二嫂呢 入廚房那裡筆水 聞到一股壓味 看著看著看著板像的水崗邊那裡 一大灘尿漬 在板像來地下大概赤嶺高度 就被人轉了個洞 叫孩子 那不用審 都是學堂的學生 玩到沒東西好玩 竟然玩蛤尿射穿牆 吱吵 一邊在那裡猛沖水 一邊在千歲仔萬歲仔猛咧 然後錯了舊子堵住他 怎知道過了兩天 又是穿了 又是見到一灘尿漬 生氣得不得了 這個人罵得更難聽 張魯嶺見老婆生氣爆爆地衝出來 問是甚麼事 問清楚之後 無名火起三千將 說要去找方哲然告狀 二嫂一手抓住他 說 哎呀 告甚麼呀 又沒憑沒句 那些學生不認的 方先生反而說我們無告的仲弊 不要 讓我先抓住他 打他一身 再拘捕他去學堂那裏 找他先生算獎 這時候 剛好吉仔來買糖果 遠遠聽到二嫂這番說話 知道時候到了 他買了兩顆糖 聊兩句閒聊之後 就特意轉過的話題 說學堂高大衰 如何如何跳鼻土彈 如何如何詭計多端 那麼二嫂呢 向來都很喜歡吉仔的 就說 吉仔 你幫我查一查 看看是哪個跳皮鬼 蛤尿射入我的廚房那裏 會不會是那個高大衰 是的話 你就告訴我 我請你吃豬油大包 吉仔一聽 正中下懷 就說 好呀 沒問題 我想呀 唯有個高大衰 才做這麼缺德的事 難怪的 我時時見他貼著板像在那裡 蛤尿的 行 二嫂 你等著 我查到就告訴你了 那麼就回到學堂 等下課了 方先生去了書齋 吉仔門口那裏 就插手插高大衰出來 他很心急地問話 喂 你現在有沒有錢呀 借兩分錢給我呀 我明天一定還給你 不如這樣呀 加個潮州金做利息呀 沒錢 哎呀 你是班長呀 幫我跟其他同學借呀 要不然我很慘的 美女不理我了 終生幸福就沒有了 什麼美女呀 什麼終生幸福呀 陳象詩呢 即是個高大衰 見到吉仔急成這樣的樣子 又聽說是美女 馬上有興趣了 他心想 難道會是阿肯 他就問話 哪個美女呀 你不要跟其他人講 我才告訴你 陳夢吉伸出右手的手指尾 陳象詩於是也伸出手指尾話 好 勾手指就勾手指 我如果說出去的 天打雷劈 當然吧 兩個人勾手指尾話 陳夢吉懶神秘地說 我老實跟你說 是阿肯被我勾到手了 我天天都跟他勾手指的 他要我今天買兩個雞包 一條春捲請他吃 要不然就說以後不理我了 你說是不是美女 是不是終生幸福呀 然後又將怎樣勾阿肯的暗語 他就說了 最後他說 陳班長 你幫幫幫我 陳象詩一聽 哎呀 原來真是你的死人吉仔勾了阿肯 難怪阿肯見到我都眼尾都不受我了 好 我不借錢給你 讓阿肯不理你 然後我就乘虛而入 哼 於是他就說了 吉仔 我現在沒錢 我堂堂班長 怎可以跟人家借錢的 蛤 哎呀 那就真是當黑阿 那我放學都真是不敢去見他了 講完 那我岑到個人 嘗了一口大氣 沒有離神氣的走開 不過我心裡在這裏冷笑 哈哈 高大帥呀高大帥 我這次要你 百線上沙灘 不死呀身神 呵呵 那很快去 就回到位上課了 不過整頓的課呢 其實陳象詩都不知道聽出什麼 他只是想著 放了學之後 怎樣去勾阿肯的手指 很不容易等到方先生說放學 陳象師揹著書包 琴琴青直賓廁所 貼著板杖裝進去 見到張家的廚房那裡是沒有人 於是就照吉仔的說法 將宗旨伸進洞裡勾來勾去 同時勢勢地說 我愛你 你是我的心肝定 我愛你 你是我的心肝定 為了賣弄自己有學識 他還加多兩句 苗條淑女 君子好求 苗條淑女 君子好求 反反覆覆在這裡淫 二嫂聽到 裡面好像有人聲 進來看看 聽到這樣的東西 是你的心肝定 瓦尿舌 穿牆都不止 還想來勾我的女兒 於是立刻跳過去 一手就捉住那隻 手指 叫 阿張 你 快點去捉住她 捉住她 於是她 在頭上就拔了一個銀柱下來 推力對著她手指一插 高大衰慘 手指被二嫂捉住的時候 還以為是阿幸 到聽到二嫂大喊的時候 哎喲不對勁了 所以我拔出來 誰知又拔不出 再被那隻銀簪一刺 嘩 痛到啊 一聲慘叫 才發狂力 拔回手指出來 然後流血都不理了 酒甲不透 誰不知一出屎坑口 屎坑張就到了 他火遮眼地大喊一聲說 你個臭小子 對著高大帥的面門 兜拳打過去 打到這個平時欺負同學仔的陳象施 反按罩踏低了 鼻血牙血 一起流 屎坑張一手撿起他說 走 去找你先生 兩夫妻一個觸手一個戳三嶺 把高大帥拉去學堂 一路拉一路不停地罵 罵到皆知漢民 這陣子是喊滿 鄉民多數在家裡煮晚飯 聽到吵圈巴閉 都走出來看熱鬧 廣東人打捨屎都有份 陳象施 媽媽聽到消息之後 嚇到臉都青 急急地趕來 方哲然當時在書寨那裏批改學生的文章 聽到外面這麼吵 就走出來看看 張老嶺的兩夫妻一輪機關窗地講述了經過 聽了之後 方先生嚇了驚 當然也很生氣 各位 舊底的師生關係和現在是不同的 現在的學生做錯事 老師就不是說沒有責任 但相對舊鎮時就聽得多了 舊鎮時講的是 教不言不思之多 學生沒有學好 是先生的過錯 涉及到先生的聲譽 何況這個陳象施 人仔細細 蛤尿射到別人家都未算數 竟然去勾引人的女兒 這樣的事講出去 做先生還有什麼顏面 關係到自己的飯碗 第二 現在的學生離開學校之後 行為就自己負責 跟在校的老師基本沒有什麼關係 但究竟不是的 學生在學堂讀書 先生固然要管教他們的行為 離開學堂到社會謀生 先生都還有 他如果升官發財 光宗耀祖 他是你的門生 你都光榮賣一份 他如果作奸犯科 又或者是作犯 你做先生也會一起入序 因此 舊底師熟收學生就不是亂收 就是怕將來學生犯法 會追究到先生的頭上 想到這一層 放先生打了個冷震 再望望圍著那幫鄉民 心想 算了算了 你這個陳象師實在太不像樣了 平時對同學 哈哈爸爸 我都不理你了 現在你還要搞這樣的事來敗壞我的明星 以後都不知道還會做出什麼事來的 一年到頭 我才收你一點多銀 加上送禮都不過是二三兩銀 別讓你日後陀淚了 你也別怪我無情 那方哲賢打定主義 臉色也變了 也不理陳象師哭苦哭忽 高大帥當然不敢說陳夢吉教他 因為他發過誓 要天打雷劈 就算他講出來 這時候也沒有人會聽 方先生對他媽媽說 唉 你這個兒子 連這麼不知廉恥的事都做得出 只是爛禮褲不上臂啊 你還是帶他扯吧 我不收這樣的學生了 陳象師兩仔仔一聽 嚇得我猛的歪求 但是方哲賢立定心水不聽 轉身就進去了 圍觀的鄉民本來就對陳象師家 發財眼紅 也都很妒忌 移得她的家 走走走運 正所謂 憎人富貴 閹人窮 這是我們中國人傳統的心理之一 現在看到 方哲賢 將陳象師逐出師門 一個 二個 不知多開心 同時 也讚方哲賢為人工整 符合為師之道 可憐陳象師兩兒子 唯有哭苦哭忽回家 講到這裏 有些聽眾朋友可能會說 嘩 怎麼這麼大件事呢 不用哭苦哭忽 這間學堂不收 去另一間就行了 有錢怕沒有書讀嗎 各位 如果是這樣想就不了解當時的情形了 現在就是民主時代 學生讀書可以這間學校不收 找過另一間 舊時候是封建時代 首先 被先生逐出師門 是一件很恥辱的事 幾乎可以說是聲名狼藉 第二 也是最要命的 就是這樣的學生 其他學堂都不敢收 除非那個先生不知道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 而所謂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 那些鄉村地方 雞犬之聲雙聞 唉 這麼有趣的新聞 左輪右里 上下三村 誰會說不知道 所以 被先生逐出師門 是很慘的 之後 陳象師就出了省城讀書 也可以說是恩禍得福 他爸爸 陳欽蒲 雖然心不想他們出去 但是 畢竟是自己的兒子 沒有道理不收留 好了 我說回陳夢吉 他想不到自己這一招 竟然把陳象師趕走 那些左肯定是開心 其他同學 見到烹走陳象師 也拍手清快 方哲然 雖然少了一份收入 但是 得到鄉民的讚譽 明星更加好 也很高興 省一眼 無經不覺 到放暑假了 吉仔收拾好書包 回家 怎知道 入門口 聽到媽媽和紅嫂在裡面聊天 又聽到紅嫂斷斷地在抽一 奇了 出了什麼事呢 陳夢吉打了個凸 各位 這個紅嫂是吉仔的遠房親戚 他的老公叫陳紅 和吉仔是同一個太公 但是 究竟是邊房打邊房呢 連他自己都說不清楚 陳紅這時候 就在省城打工 紅嫂帶著兒子 即是阿張 在鄉下住 生活都過得去 吉仔知道 紅嫂的人性格很開朗 平日嘻嘻哈哈 今天怎麼會哭得那麼傷心呢 難道是紅哥在省城出了什麼事呢 於是就不入門住 在門外聽聽聽聽 聽了一會兒 聽了是什麼事 正想說入屋 正好 阿張就從屋裡出來 吉仔一手拉著他 走到一邊說 你媽媽被人欺負的事 我剛才聽到了 你再詳細說給我聽 讓我想一條計仔出來 為你媽媽報仇 吉仔在黃學家私塾讀書的時候 剛才跟張仔是同窗 論起背份 他是張仔的表叔 不過小孩子就不論這些事了 張仔知道陳夢吉是好計仔的 而且小孩子口沒遮難 就不懂得隱瞞 他說 吉仔 我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說出去 如果你有辦法為我媽媽報仇 我和我媽媽都會感謝你的 原來這個紅嫂 雖然三十多歲有個兒子 但體態豐滿 風韻又喘 令到村美的單眼旗起了譚 這個單眼旗 四十歲左右 是個光棍佬 樣子生得醜 不再說 還單了一隻眼 怎麼看都不相信 他平時見到紅嫂 紅嫂當然是一隻眼睛 眼睛睛睛的 紅嫂當然不理他 弊在紅嫂有個毛病 和吉仔的四衣一樣爛睡 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一晚 單眼旗肉火焚身 就去到紅嫂家 當時是夏天 鄉下人都打開窗門睡覺 單眼旗見到周圍沒有人 就跳槍進去 佔到紅嫂的便宜 這個紅嫂呢 難睡到一隻豬 還以為是夢中和老公行房 到第二天早上睡醒了 才知道虧底 還未知是誰 直到單眼旗走來 棄皮笑臉 要脅她 說如果以後不肯祭 就要爆出去 讓全村都知道 這樣才知道 原來是這個無賴做的 看著單眼旗 嘔嘔嘔的樣子 生氣得紅嫂 不知道怎麼算好 如果答應她 心又不情願 如果不答應她 又怕她到處唱 究竟是自己這筆東西的 再加上 如果老公回來知道了 那還得了嗎 想說去官府告她 又無妝無精 到其時 單眼旗不承認 反咬一口 說是自己勾引她 還不出醜 真是進退兩難 所謂欲哭無淚 欲素無滿 後來她就想到吉仔媽媽是自己的上一輩 平時為人厚度 很少講人是非 就來講她聽 看可不可以幫到自己想辦法 那吉仔媽媽呢 其實老實到 單屎都不偷吃 哪想到什麼辦法 就唯有一美安慰她 說做女人是命苦的了 那麼 陳夢吉了解清楚事情經過之後 在個院那裏 量了兩個圈 然後她說 哼 你死人單眼旗 低死得這麼膠寡 讓我整個傑夜給她享受 她在張仔的耳朵邊 如此者般 就吩咐了幾句 我們再講講洪嫂 她看見吉仔媽媽想不到什麼辦法 坐了一陣 抹乾眼淚 起身扯了 唉 被人佔了便宜 還要被人糾纏 左又不是右又不是這種滋味 哈哈 比雅仔吃黃年還慘 還不知道怎麼辦 回到家裡 張仔是把吉仔講的計劃講她聽 洪嫂聽了之後 心想 好 我洪嫂就當是和尚吃狗肉 一次會 兩次也是會 為了報仇 不管得那麼多了 那吃完晚飯 洪嫂兩仔坐在門口 撥著大葵線 洗澡 沒多久 就見到單眼旗 榨底散步地走過來 洪嫂就叫張仔先進屋 單眼旗 見到左近都沒有人 哈 合了河車 又嬉皮笑臉 細細才問洪嫂說 嘿嘿嘿嘿 怎樣 肯不肯仔啊 洪嫂就炸底 怕醜地說了 你既然都試過了 還問我 有意的 今晚三更天來呢 講完 拿著大葵線就回到屋 單眼旗 看著紅嫂豐滿的體態 興奮到口水碰流 她心想 哎呀呀 我單眼旗真的嚴覆無邊 以後有排探了 那麼單眼旗一走 張仔就去告訴陳夢吉了 下一天 龍昏蜜布的聲韻無光 悠悠 悠悠 燈燈燈 兩更三點 單眼旗一來到紅嫂的窗前 哎呀 猴急到她 都沒有看看那些環境 翻身跳進去 暗暗之中 見到紅嫂躺在床上 心想正啊 好了 各位 究竟進去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